美鳳一九年,國中教育學科十八號、十九號、兩天去行 與委員長翁張良利用第一座社會科科技結束的浪範 臣王兵向農工的科長來探視兩位 因爲社科以及無所謂外長的同學應科的進行 並且就讓每一位同學都可以拿到好信息 科長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國中學科與議區總共設有五的科長 有四千控告人報名 與議員科科分配設立民教育民教育民教農工和柏主席當舊國中 當舊國中科科有1384人應科 民教農工科科有1284位科興應科 第一天,科的科目是社會所學國分和社作出嚴 因爲社群由教育處長頂進環北斗 利用休息的時間,全都設立民教農工 活動中心的休息区為黨後加油搭起 並且委員選部警官跟老師的辛勞 那感謝民教農工提供這麼好的考試場所 而且還特別關照到有一些特殊的學生 那也有可能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面 可能車禍或是不小心受傷 那或者是原本就有一些先天性的或是後天的障礙 那為了要讓他們順利考試 實際上我們都會這一部分的學生 都會客製化去讓他能夠順利的能夠考試 那實際上國中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年代 因爲國中剛好是在整個身體跟腦袋 都是激烈變化的年代 那國中到高中又是接近到大學 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那所以今天透過會考的方式 每個人希望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學校 那在未來人生旅途上 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關鍵點 那也有很多家長都關心自己的小孩子 來陪同來給小孩子鼓勵 那我們希望每個人在這個人生的過程當中 不管就業或是考試 都能夠做最好的選擇 然後能夠很順利的 讓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可以很順遂的 做一個這個轉移 另外今年有一位理性跟臨性 因爲車庫受傷 以及不小心外地的努動 以及一位生天俗師的餘董 應客 好方特別為人來客製化科長 方便他們順利完成科期 王璋梁表示 國中會客是國中性最均勁的施設 國中的身體到特殊激烈變化的施設 為國中性上國中是人生真重要的關鍵施設 他要順利的動作 以平常心應客 順利靠到身部中最感到他的好好 最近新聞中來行 嘉義官 蔡凰博登